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两确保一率先重点工作视频调度会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按照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部署要求 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切实把大调研大谋划活动成果转化为有效举措 劲而不舍朝着两确保一率先目标奋勇前行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做综合点评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出席会议 会上省职有关部门和吉林市通话市松原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汇报两确保一率先大调研大谋划活动成果 在充分肯定大调研大谋划活动成效后 景俊海强调实现两确保一率先目标 对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加快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一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撸起袖子加油干 积极支持重点企业排产增产 前方百计稳住经济运行向好态势 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 二要突出重点夯实举措 紧紧抓住龙头企业 构建产学沿用联盟 着力打通产业链条 培育产业集群 完善产业生态 扎实做好产业文章 瞄准新能源 新汽车 新材料 新农业 新旅游 新电商 六新产业发展 和新基建 新环境 新生活 新消费 四新设施建设 建立项目调度机制 边谋划 边调度 边推动 扎实做好项目文章 着力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 推动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扎实做好创新文章 积极推动各市州与长春市 吉林大学 一气集团 中科院 在籍院所 创新合作 扎实做好联动文章 主动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 务实推进五个合作 扎实做好开放文章 创新完善 人才政策 大力实施 十四五高端人才 薪酬倍增计划 扎实做好人才文章 加快生态强省建设步伐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大力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坚决守住生态底线 着力把民生实事 办实 办好 办下去 切实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坚决守住民生底线 全面排查整治 各类风险隐患 精准科学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三药转变作风 狠抓落实 善于发现问题 敢于直面问题 勇于解决问题 在解决问题中 锤炼严心细实 优良作风 推动各项工作 落地见效 韩骏在综合点评时强调 十四五时期 要始终谋定 两确保已率先目标 坚定信心 鼓足干劲 开拓创新 在构建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上 打造更多新动能 在走出一条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上 探索更多新路径 推动吉林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要坚持以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 推动冬季项目不间断施工 努力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真正变东弦为东王 要做好年末收尾工作 努力取得最好的结果 要科学谋划明年工作 把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抓紧 抓实 抓细 力争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 范瑞平 吴景平 胡佳福 李月 张忠 张安慧 庞庆波 刘金波 安丽嘉 蔡东 韩福春 阿东 安桂武在主会场参会 田锦晨 张志军 王志厚 王子莲 齐远芳在分会场参会 12月1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 主持召开省政府2021年第34常务会议 开展政府学法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审议通过吉林省十四五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长白山人参产业发展 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等规划文件 决定按程序上报或印发 会议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是为全体公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法律依据 要扩大援助覆盖面 增强乡镇 社区 法律援助工作站点服务功能和服务质量 及时回应群众法律需求 引导群众使用法律武器维权和化解矛盾 切实办好每一个援助案件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治的力量 党和政府的关怀 会议指出 吉林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十四五十七 要正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努力实现农业高制高效 乡村宜居一夜 农民富裕富足 要总结提升推广离数模式 推动粮种粮田粮基粮法配套 实施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加快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做出更大贡献 聚焦种子农机装备等加快创新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打造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 十大产业集群 把街杆变肉继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打造成现代农业建设标志性工程 大力发展蓬磨经济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及12个专项行动 推进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强化路 水 电 网 气等基础设施 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改善脱贫地区发展条件 深入推进农村改革 推动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 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会议强调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是我省打造多点支撑 多业并局 多元发展产业格局的关键之举 要瞄准技术前沿 依托大所 大院 大校大起 强化链掌制作用和要素保障 推动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 路上风光三峡 抽水蓄能工程 疫苗生产基地 碳纤维 吉林一号卫星等重大项目建设 培育一批新技术 新产品 新液态 新模式 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生物产业 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等 千亿元产业 形成 中东部地区电子信息产业 西部地区新能源产业 和中部地区新材料产业 极具发展的格局 会议强调 人参是我省独特资源 要加快新品种选域 连做障碍修复 产品加工等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突破 延伸药用 食用 化妆品 生物制品等精深加工链条 推进人参生产 加工 流通 品牌建设一体化发展 打造绿色 生态 高效 人参产业生产基地 推动人参产业 与旅游业 康养业 及其他服务业 有机结合 着力把人参产业 打造成全省重要的 支柱性产业 会议指出 特色街区是城市的名片 要对标国内外 著名特色街区 按照一街一特色要求 着力培育新街区 提升老街区 创建名街区 完善商贸购物 餐饮娱乐 文化休闲 旅游观光等服务功能 推进名品 名店 名街联动 大力发展 手电经济支持老字号 做精做强 培育生成更多的 新业态新模式 引领时尚和消费潮流 让特色街区 成为群众消费娱乐的 好去处 城市形象新亮点 会议指出 要严守自然生态 安全边界和底线 持续深化自然资源领域 改革创新 全面构建 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新格局 扎实推动国土空间 生态保护修复 统筹土地 矿产 森林 水等自然生态要素 提高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效率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建设生态强省 加强对吉林振兴 发展的支撑能力 会议还研究了 其他事项 12月1号 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骏 在长春 会见了新疆 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长 武刚一行 韩骏首先代表 省委省政府 对武刚一行 表示欢迎 他说 金风科技 是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 知名企业 与吉林合作紧密 当前 全省上下 正在深入贯彻党的 19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紧抓碳达峰 碳中和重大机遇 加快推动 路上风光三峡 东部抽水蓄能电站 等重大项目建设 着力打造 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希望金风科技 发挥优势 加快布局 建设高端智能 风电装备制造 清能全产业链等项目 参与吉林 绿电园区建设运营 加快打造 新能源运维基地 和新能源数据中心 合作培养更多 新能源领域人才 联手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推动更多创新成果 就地落地转化 助力吉林 早日实现双碳目标 武刚表示 吉林发展 新能源产业优势 得天独厚 金风科技 将持续聚焦风电 清能等领域 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 在吉林投资兴业 为吉林振兴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吴敬平 王子莲 安贵武 参加会见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 审议通过了 中共吉林省委 关于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决定 并对全省今后一段时期 各项工作做出部署 大家表示 要立即行动起来 以扎实有效的工作 以党的政治建设新成效 引领推动吉林振兴发展 取得新进展 实现新突破 中共吉林省委 关于坚决拥护 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决定 体现了非常高的政治意识 大举意识 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下一步 梅河新区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 按照俊海书记在讲话中 提出的三个定位的要求 履行起 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域的责任 我们要改革 创新的一个发力发展 我们要把我们改革以后的数字化的成果 用好 一个重点工作 就是要推行政执法 智能备案 管理 改革 所有确定性执法都要备案 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都知道了这个政策 我们所有的执法人员都按这个政策执行 那么吉林省的基于速度化管理的这个营商环境会有一次质的跃升 全会指出 坚持走振兴发展新路 必须全面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 持续激发发展活力动力 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深入拓展开放合作 坚持以大开放 大开发 大合作姿态 推动五个合作 走深走实 要把我们的物流枢纽的基础做好 建设我们的物流产业基地 利用各种资源 我们要建设木材基地 粮食基地 天然气基地 煤炭基地 海产品基地 再就是我们要实现更大程度的贸易通关便利化 打好商贸流通产业量 项目建设攻坚站 打好内贸经济 促消费攻坚站 采取有力措施 拉动全市消费增长 按照全会的总体要求 大力推进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天出版的吉林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 更加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 论贯彻落实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 文章指出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 审议通过了中共吉林省委 关于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决定 彰显省委 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鲜明态度 全省上下 要更加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为加快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提供坚强保证 12月1号 全省教育系统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 在长春举行 对全省教育系统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进行了安排部署 全省教育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要以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 全面推进我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省教育系统 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智库 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在研究阐释全会精神上走在前列 突出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 把吉林大地的红色资源 吉林孕育的革命精神 作为教育人 启迪人 感化人的丰富教科书 常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是吉林省土生土长的商业航天企业 也是国内唯一一家全产业链商业航天公司 一批批年轻人才追梦而来 在那里实现梦想 创造未来 在参加省委召开的人才工作调研座谈会并发言后 常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兴 对未来事业发展充满信心 眼下吉林一号高分零四星已经研制完成 有望在年底前发射 高分零四星的项目总师就是中兴 不知不觉间 这位来自四川自贡的80后 已经在吉林度过了21个年头 从求学到走上科研之路 吉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2014年末 常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中兴作为初创期的成员之一 见证了吉林一号卫星 最初的一键四星升空 和企业发展壮大的全过程 他说公司现有的561名职工中 硕士及以上学历比例超过82% 这些年我们常光卫星的人才招聘这块 吉林省的人才政策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我们一个硕士毕业生来到吉林 他第一年就可以拿到一次性发放的安家补贴 并且在工作的三年内 每年都可以拿到收入10%的 这样的一个现金返现 这样的话对刚毕业的毕业生来说 为他们减缓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压力 截至目前 政策的出台为企业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省委省政府栓心留人的诚意和环境 更让中心对未来事业发展充满信心和干劲 政策的出台首先是体现了我们吉林省 对人才的一个尊重和重视 也让我们更多的苦干看到了一个奋斗的方向和目标 只要你努力干干出成绩 我们吉林省就可以给你相应的这种待遇 我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做事业的平台 也是我们吸引人才的一个关键 今天来我省东部将生态体验与民族文化相结合 进一步挖钱旅游资源擦亮叫响 我省生态旅游的金字招牌 作为我省东部生态旅游的重要节点 长白山的景色让每一个去过的游客都无法忘怀 峡谷温泉滑雪场还有让人流连忘返的天池 雪季的长白山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冰天雪地是长白山最动人的景色 近年来长白山管委会将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与民俗文化相结合 在山脚下的长白山池北区二道白河镇 游客们可以通过游览小镇慢行系统 了解林业工人的故事和充满年代感的东北民俗文化 同时还能观赏到独具特色的美人松和中华秋沙鸭等野生动植物 使用产自长白山的原材料 在传奇小镇制作古法杂染工艺品 尝试各种新奇的有趣户外体验项目 充满民俗味道的丰富活动 让游客们从不同角度感受长白山生态特色 我们认为生态旅游仅仅是长白山旅游的一个底色 到长白山来的游客我们要深度的让它有体验 比如说我们这种户外亲子的 这种沿雪旅行的雪地的徒步 越野滑雪的体验等等这一系列的出游方式 走进我省东部的敦化市黄宁河自然保护区 老白山雪村则是另一番冬季美景 雪中建有一栋栋温暖别致的木屋别墅 山林中还规划出适合徒步爱好者穿越的特色路线 林场工人隋越兰抓住商机 坐起了户外驿站 免费为旅友们设计穿越路线 有一个单反 什么时候树叶红了 什么时候花开了 什么时候下雪了 我把我们家乡的美景介绍给他们 肯定是翻了多少翻了 带动祖林游水吧 增加他们的收入 热情的隋越兰也被来自国内外的旅友们亲切地称为老白山大嫂 在老白山雪村 像她这样转型的林业工人还有很多 为了带动林业工人转型 既保护生态环境又帮助大家增收致富 老白山雪村放下斧头搞旅游 建起景区餐厅 为林区工人提供岗位 还鼓励大家像隋越兰一样开设户外驿站 让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共同发展 除了森林穿越和生态木屋 老白山雪村还搞起了 摊煎饼 蘸糖葫芦 马拉爬里等民俗体验活动 进一步丰富生态旅游的内涵 在我省东部地区 结合朝鲜族民俗文化的光东村和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等旅游景点 也在蓬勃发展 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为主 周边的11个县区正联合起来 打造环长白山区域旅游联盟 通过集合周边地区最精品的旅游项目 形成玩在长白山 吃在延吉市 住在敦化市的特色旅游产品线路 进一步擦亮生态旅游金字招牌 吉林省第六届冰雪美食节今天在长春启动 本次美食节由吉林省商务厅主办 以迎奥运游吉林赏冰雪品美食为主题 为期三个月 期间将在全省各地策划推出特色宴席展 特色食材展 吉林火锅产业大会 线上冰雪美食优惠等展示促销活动 展示我省名店名菜名厨风采 繁荣餐饮市场 进一步发挥餐饮行业对冰雪旅游的促进作用 推动商务旅游文化融合发展 吉林省饭店餐饮客协会 联合了咱们协会的有300多家的会员单位 共同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 在吉林省的所有的这些城市 在吉林省饭店餐饮客协会的会员单位 都能吃到这些美食 中法和拍纪录片《粉雪奇遇》 11月29号晚在长影电影院首映 该片由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公司 联合五州传播中心 与法国高山电视台八套历时三年共同拍摄 中法两国滑雪运动达人 分别前往粉雪盛地 法国萨瓦省与中国吉林省 采用手机连线与极限挑战的方式 探索长白山和阿尔卑斯山 同纬度粉雪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 这是我省首次与国外主流媒体 合作拍摄的大型纪录片 该片近期将分别在中法两国媒体平台 和院线陆续播出 为北京2022冬奥会助力造势 日前中国长春国家冰雪雕塑作品邀请展 中国长春大学生雪雕塞 和雕塑与冰雪融合创作邀请展开展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雕塑艺术家 广大冰雪爱好者和大学生参加 共征集作品821件 最终评审委员会评选出157件作品入围 赛事预计12月中旬 在长春市雕塑园开产建设 并向游客开放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12月1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2月1号0至24时 全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两例 为长春市报告 以上两人11月30号从韩国首尔机场 乘坐OZ303航班抵达长春龙家机场 入境后即落实海关检疫 核酸检测点对点转运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等闭环管理措施 无省内自行活动轨迹 长春海关和长春市疾控中心检测 以上两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经专家组会诊 分别诊断为确诊病例 普通型和轻型 以上两人已由集中隔离点 转送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诊治 其同航班人员均处于 入境后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 均无省内自行活动轨迹 雪舞冰封一年一度的滑雪季如约而至 位于府松长白山鲁能圣地的滑雪场 已是银庄素果 宛如一幅泼墨山水画 雪场也做足准备迎接八方来客 位于府松的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场 地处北纬41度焚雪带 得天独厚的气候 雪质和温度 让这里成为了滑雪圣地 今年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场 共设置15条雪道 包含波浪道 障碍道 回转即时道等难度高 趣味性强的雪道 让滑雪爱好者可以尽享滑雪乐趣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 微博微信和即时通客户端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